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的是人们厌恶主观的或模糊的不确定性 人们在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 更喜欢熟悉的那个 而回避不熟悉的事情 下面我们来看看阿尔斯伯格的经典实验 假定瓶子一 瓶子二 瓶子二装有一百个球 其中五十个红球 五十个篮球 瓶子一中也装了一百个球 其中有红球也有篮球 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比例 如果抽中红球可以得到一百元 你选择哪个瓶子 如果抽中篮球可以得到一百元 你选择哪个瓶子 你是不是都选了瓶子二呢 实验发现人们都喜欢 选择已知球数量的瓶子二 这并不是因为你认为瓶子一的篮球 或者红球的个数少于五十 而仅仅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选择 不确定红篮球个数的瓶子 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概念是熟悉偏好 它是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 一个人往往喜欢和习惯自己熟悉的东西 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有负面的评价 除非这个东西本身具有天然的美感 从进化心理学 他说呢 针对不熟悉情境的谨慎 加强了人类的生物适应性 大脑处理熟悉的事物更加轻松 发展心理学 提出了陌生人焦虑 熟悉的事物 无论是成人还是婴儿 都感到安全和亲近 在社会心理学中 提出了纯粹接触效应 重复呈现的刺激 增强了被实验者的知觉流畅性 被实验者在无意识中 产生了对该刺激的喜爱 从而有了正面评价 羊群行为 即从众行为 表现为采用同样的思维活动 进行类似的行为 心理上依赖和大多数人一样 以减少采取行动的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 在金融市场中 指代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 模仿他人的决策 或者过多的依赖于舆论 而不考虑私人信息的行为 金融投资决策中的羊群行为 是普遍存在的 它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投资者信息不对称 不完全 模仿他人的行为 以节约自己搜寻信息的成本 人们越是缺少信息 越是容易听从他人的意见 二 推卸责任的需要 后悔厌恶的心理 使决策者为了避免个人的决策失误 可能带来的后悔和痛苦 而选择与其他人相同的策略 或者听从他人的建议 因为这样的话 即使决策失误 决策者也能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而减轻自己的后悔 第三 减少恐惧的需要 人类属于群体动物 偏离大多数人 会产生一种孤独和恐惧感 第四 缺乏知识经验 以及其他一些个性方面的特征 比如知识水平 智力水平 接受信息的能力 思维的灵活性 自信心 都是产生羊渠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般有较高社会赞誉的人 比较重视社会对他的评价 希望得到他人的赞许 也容易表现出从众的倾向 具有高焦虑心态的人 从众性也比较强 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从众的心理和行为 在股市中 有时候会有一大群投资者 同时买进或者卖出一只股票 进入或者退出一个行业板块 当羊群中的其他人把价格抬高时 处于羊群前部的投资者 能够享受到高利润 但是中部和尾部的投资者可就倒霉了 羊群同样放大了心理的偏差 羊群效应会导致投资者 根据羊群的感觉 而不是公司的基本面来进行决策 在这节课中 我给大家介绍了《模糊厌恶》 熟悉偏好和羊群效应几个概念 下面请大家思考一下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活动 是否会出现羊群效应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